欢迎收看环球点评,我是胡朗轩 东方日报报导,一家五口的香港家庭 自1月23日开始困在湖北省 食粮依靠当地人员送到家里下 但湖北近日气温介乎涉事0至8度 已经有两天没人送上食物 一日三餐只能够减制两餐 其中一名家庭成员运有糖尿病大约10年 他2月初先后向特首办和驻武汉经济贸易办事处尋求协助 至今仍然未能领取药物 只是能冒险前往当地医院求医 他批评特首林郑月娥会协助滞留武汉港人 运送药物的说法是说大话 又批评政府以缺乏检疫地方交叉感染等的借口 没有接他们回香港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 明白和理解当地港人想尽早回香港 已经开始计划和准备 但必须要考虑公共卫生风险和实际可行程度 有议员表示 曾经建议政府使用迪士尼乐园用地 和租用邮轮等作为检疫和隔离设施 但至今仍然未有定案 反映港府做事拖泥大水 东方日报政论批评 目前大约有2200名港人滞留在湖北30个城市 又有300多名港人身处日本钻石公主号邮轮 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外国纷纷派包机接走国民 无论是出于人道立场 还是基于市民权利 港府派包机绝对不能再拖 可惜政府不断重复 正是评估风险和制定可行方案 甚至将责任赖到市民头上 认为有人以暴力手段 反对隔离和检疫中心选址 总之千错万错都是市民的错 政府完全没有错 令人不禁要问 港人离开香港就不是香港人吗 港府就没有责任照顾吗 来生不做香港人 正是香港人最悲心性 澎湃新闻转载人民日报文章 说中国疫情防控 是一场保卫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的严峻斗争 同时疫情必然会为实现 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带来困难和挑战 必须要将疫情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 争取疫情防控 和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双胜利 在这次大战和大考中 要扎实工作 交出合格搭卷 特别是要做好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等的重点任务 确保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才能够无愧于人民 回望历史 国家在内忧外患中诞生 在磨难错节中成长 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 才能够实现第一个八年奋斗目标的伟大胜利 台湾大选刚刚结束 美国总统大选随之登场 中国时报社论分析 多个参选人都主打庶民经济 但是他们的思路和韩国瑜不同 韩国瑜着重重新创造财富 评论指出 台湾和电子相关的行业维持不错的成长 但是其他的传统制造业 服务业和金融业等等 都出现了薪金停滞 福利下降等的现象 这些行业占大约七成以上的就业人口 全球多个国家都有相近情况 至于韩国瑜提出的庶民经济 其实是回应经济两极发展所衍生的社会问题 而香港社会事件和北京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反转了选情 但是不表示台湾经济两极化问题已经获得舒缓 特别是新冠肺炎的影响下 旅游和餐饮为主的庶民行业冲击最大 蔡政府缺乏系统性获章裁员 提升弱势竞争力的计划 可能会难以应对下次地方选举和大选 今集讲到这里 多谢收看 拜拜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